VBA部分 VBA这个地方比较特殊 因为前面我们是想说 有没有VBA里面的内建函数 它可以帮我解决类似DATIF的工作 基本上DATIF这个函数 还真的无可取代 为什么在VBA里面 有类似的函数 也是处理日期跟时间 但是要取代DATIF 还真的没有办法 所以怎么办呢 但是我又希望能够一键完成 我刚刚的动作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 如果VBA没有这方面的函数 那我可以干脆怎么样 直接把VBA跟Excel 两者把它串在一起 也就是说我按个按钮之后的话 输出结果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虽然看到结果 但实际上 我里面输出的是什么 输出的是一个公式 也就是说 我动态的把刚刚的公式 直接输入到我指定的储存格里面 也可以达到我要的效果 有没有 就是说 等于有点一半的 一半用VBA 另外一半还是用Excel里面的函数 这两者有点像混搭这样的 OK 所以工作里面你如果说已经有做好的类似公式 但是你又想不出VBA怎么写的话 没关系 你就写个回圈 就我刚等一下讲的 写个回圈 动态的帮你把你写好的公式 丢到指定储存格就可以了 可是要怎么做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并不困难 程式基本上只有三行 第一个跑个回圈 For i 等于多少 可能就是我们回圈范围 For i 等于第15列到第19列 前面写过 然后Enter两下NAS 中间的话你就写个什么 写一个 我来看一下 第一个一样VIO BASIC 那一样的话 我就切到这个VIO BASIC之后的话 这原来是没有的 原来是没有的 然后你就是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我讲过了 如果你要撰写VBA之前 一定要先插入一个模组 第二个的话 再来插入一个什么 插入一个年龄 假设我有一个年龄跟年龄清楚 这两个SUB 那这SUB的话 其实就是从上面插入程序 程序名称的话 就输入什么 年龄 按确定就可以了 那输入完之后的话 我们就有一个 它其实是自动帮我写两行 一个是SUB 一个是EndSUB OK 第一个 那等于是先产生我要的这个程序 再来第二步的话 就是当我按下这个按钮 有没有 它会执行这个SUB 所以SUB会对应到一个按钮 然后按下去之后的话 它帮我做什么 重复做什么 重复帮我输出什么 资料到15到19列 所以按个TAB 打一个什么4 这前面有打过了 所以我都大概说明一下 到19 所以这边打一个2 Enter两下NAS 所以这两行之外 再移到上面 按个TAB键 做什么呢 帮我输出 输出什么呢 输出资料到H栏 所以H栏 这边把它清除掉好了 这个我是另外自己再加个底色 加个颜色 那接下来的话 我要动态输出到这个储存 这个储存格叫什么 叫Sales 挖弧 I列 因为等一下会往下 所以列号会增加 哪一栏呢 双引号H 等于什么呢 两个双引号 两个双引号是空 空的东西空置串 那关键的地方 其实这个就清楚了 所以你可以把这 刚刚写的东西复制 在底下再插入一个 程序叫做清除 那其实呢 它只是说呢 在这个双引号里面呢 把刚刚你写好的公式怎么样 直接就贴到这个关键的地方 双引号里面 那可是问题特别注意哦 你要把这个公式 刚刚写好的公式 贴到这个公式 复制 复制到哪里呢 复制到这个 双引号里面 就这一串复制 取消一下 记得哦 你复制完之后呢 记得要把它取消 不然的话 它点不过去 所以这边取消一下 不过贴的时候 特别注意 两件事要注意 第一个 如果说你那个公式里面 本身已经有双引号的话 那你要把它改成两个 一个双引号要变两个 因为它要区隔啦 因为VBA本身就用到双引号了 你公式里面又有双引号 它就分不清楚说 到底哪个是里面的用的 还是哪个是外面用的 所以它的规则是什么 如果你是公式里面的双引号 那你就变两个 规则一 OK 所以哦 我就直接怎么样 把公式贴到这边来 贴上 非常长 非常长的一个公式 所以你就看到这边 有没有 歪前后要加双引号 有没有 然后呢再往下 睡 这边又双引号 反正你就看到双引号 你就 再补一个就对了 变两个啦 但是哦 后来这样子做 我自己做了好多次 还是发生错误 为什么 还是漏掉 因为有时候人的眼睛 总不像电脑 那么的 每个地方都会看到 所以我 教个另外一个方法 后来我就想到一招 这个不OK 因为呢 如果你用人来 把一个变两个 那干脆你用另外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取代嘛 所以你可以打开你的记事本 把那个记事本 有没有 贴上 刚刚的公式 用什么呢 编辑里面不是个取代 取代很简单嘛 你就什么 一个双引号 变成两个双引号 这样就OK了 再按一个取代 全部取代 OK好 做完之后呢 再把它复制 贴过来 OK 第一个 那做完之后的话 其实你可以试着执行看看 其实现在应该可以执行的 只是说执行的结果会怎么样 它已经执行了 可是你会发现 它现在怎么样 全部都是什么呢 45岁三个月 为什么 因为 我们应该要让那个裂号往下跑的 可是我裂号没跑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输出的时候 它每个都是 都同一个储存格 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有一个 有三个地方不一样 有没有 我前面讲过 如果你要看一下 这个跟这个 这两个储存格 哪些地方不一样 那你就记得 去改那几个地方 你会发现 有没有 这个地方 对 你要把它改成I 一个两个 有没有 三个 所以刚刚十五嘛 十五 那你要把它改成I 那你不能直接把十五改成I 一样 切开来 放I进去 那切开来放I进去 可能 这个道理跟 刚刚我们那个 放一个DATIVE 在字串里面还蛮像的 所以你看到十五 记得 双一号双一号移到中间 ANDAND再移到中间 加一个I就可以了 然后呢 因为VBA的AND符号 前后要加空白 所以你可能第三件事 就是AND前后再加空白 这样的话呢 就大功告成了 不过特别注意哦 做完一个之后 你那个后面还有两个 那其实你可以把双一号 到双一号 这个范围用复制的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后面十五啊 其实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那你就只要做一次嘛 然后把做完的那一次 复制 怎么样呢 贴到后面的十五 有没有 然后呢 再贴到后面的十五 所以做完之后的话呢 恭喜你 你的程式呢 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两件事 一个是双一号变两个 你可以用记事本来取代 第二个是把十五改成I 那十五改成I的话 如果你实在背不起来 实在记不起来的话 我是建议你记口绝算的 一样嘛 两个双一号移到中间 两个AND移到中间 再打一个I 然后呢 最后记的一件事 就是把AND前后加个空白就好 因为在Excel里面 不需要加空白 有没有 刚刚直接公式里面 AND没有加空白 但是VBA里面的规则 AND前后要加空白 大概就两者的差异 所以有的时候 这种工具就是学会什么 学会它的差异点 反正就把规则记熟就可以了 规则记熟之后你再去变化 你就可以变化出很多不同的结果出来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如果说将来呢 你希望能够把你已经写好的公式 就是自动输出到 储存格里面 让它自动执行的话 等于有点像用VBA 帮你去执行Excel里面的函数 那你就可以利用刚刚讲的方法 那重点就两个啦 一个是双引号变两个 一个是列号改成I 这个我想应该在我们的讲义里面也有提到 那这个方法其实我想应该也不算困难 这个后面有提到 VBA怎么输出那个公式 这边都有提到 那最后我也有多提一个就是 如果公式太冗长的话 你可以再加换行 就是让它可以换行 因为刚刚的那个公式十分冗长 你会发现可能你每次都要卷动到右边 那如果你不希望卷动的话 记得你可以找到and符号的后面的空白 那记得哦 这边有两个I的左右 所以你可以找到I的左右 我的习惯是右边这个and的空白 空白的 这个and空白的右边这边加一个underline底线 再加一个enter 它就可以让你换行 就把底线的话呢 就是上面一行跟下面一行当成同一行 那如果说你没有加underline 你直接enter的话 它会出现这个错误 它跟你讲说 你不能把两行分开来哦 不能无缘无故分开哦 你一定要让我知道说 你到底你从哪边开始当成是第二行 第一行的结尾啦 所以要加一个underline 这个可能规则稍微要记一下 那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刚刚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边有个underline 这个也可以加一个underline enter一下 这样的话呢 本来很冗长的两行 它就可以让你变成 本来一行很长 你可以在后面加一个underline 那就可以怎么样 把两行变成一行 这个我想也是将来再撰写类似的程式 可能需要注意的 所以有三个重点 三个重点 这个可能要请各位 要稍微熟悉一下这部分 那试一下VBA 所以讲义的第八十一页 也有三个一二三部分 那这个部分当然了 以后VBA要动态输出 那个eSale里面的公式 其实后面还会再用到 所以工作里面还蛮多啦 如果你可能不会写 那个eSale 可能eSale VBA里面有些东西不会写 那你Sale已经有固定的公式的话 那或许你可以把公式 直接放到VBA里面 在VBA执行也可以啊 看到结果也是一样的啦 那这种就是一种混搭的方法 混搭的方式 那这种方式啊 基本上也是还蛮原创的 因为这也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方法 所以你们在外面坊间书籍 这个应该是看不到啦 因为这个也是我平常工作会用的方法 那这个方法好处就是简单 简单 可以很快的可以跟VBA 跟那个内部的函数呢 可以做混搭配 OK 试一下哈